歡迎收看Embrace the Moment 我支持港超聯精華節目 上週上演的五場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有不少驚險和精彩的鏡頭 我知道各位朋友都很心急想重溫每場賽節的精彩moment 現在就立即去片 誰說踢球才來下雨 上星期經過黑雨和八號風球之後 港超聯賽事就在雨後陽光下展開 灌中南區這一天在主場香港仔運動場迎戰港會 開球無奈 已經欣賞到港會滿臣馬浩龍的神救 七分鐘六支豪豬射弗球 浩龍哥飛身撲出 去到十分鐘夏志明右路傳中變顆蛇 又被浩龍哥拖出底線 不過港會就是因為這個角球出事了 全球準成的六支豪開出角球 和達將個球線後 幸好還有比圖頂入成1比0 這招果然是灌中南區的必殺技 角球攻勢確是撒家 正所謂巧不怕救最緊要手 26分鐘六支豪在另一邊開出角球 今次又和達根本作入 亦是他在港超聯的第一球 同時將比數擴大至2比0 不過這支區隊怎只得一招呢 頭迷迷亡機他們還有手直射手蘇沙 33分鐘突破防鮮 彈到吸過馬浩龍再輕鬆射入成3比0 是活該你這麼招職的 除了把握力強之外 速度都是蘇沙的賣點 38分鐘他就利用速度壓過支里卡士 搶到個球 再交個地球給兇勢的夏志明 怎知今次就過不到浩龍哥那關了 54分鐘許宏峰左路快放全中 近門的基奧輕鬆射入 嘩!掃掃手指已經第四球了 之後去到59分鐘 後備入體的梁子成 落場短短兩分鐘就為球隊射入第五球了 5比0夠了嗎? 問個蘇沙吧 63分鐘他接應隊友全球之後 窄角度面對浩龍哥 再射穿大小乘6比0 最後去到81分鐘 蘇沙扭過器官出營的浩龍哥射入空門 個人大演武智氣法 亦帶領球隊大勝國會7比0 除了是冠中南區今季第一場勝仗之外 亦暫時成為今季港超最大比數的賽事 果然希望在明天 第二場賽事由香港飛馬在主場香港大球場 出擊迎戰是積分榜放頭的結智 雖然香港飛馬有主場智利 不過整場比賽都是客隊主導攻勢 250隊長盧君如在第251場位結智上陣 上本場12分鐘交了個長傳給林欣許射門 不過就被張志用成功護胸門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 14分鐘費難度罰球左腳扯遠處 那就搞定了機師賺 這位新手爸爸還同隊友齊齊普B 將入球獻給一個月前出生的兒子 香港飛馬的新手爸爸利馬 在20分鐘都來過遠射 不過被門將黃鎮牌撲出 22分鐘新組交個領直線 給入攝的丹尼射入第二球 35歲的丹尼狀態比前兩季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去到41分鐘 香港飛馬禁區外搏到佛球 由利馬主射 球證吹雞直指12碼 嘩!看真點!原來是費難度用手擋舟的球 由利馬主射得手為球隊追成1比2 仍然落後一球的香港飛馬後半場奮力追和 48分鐘安機師禁區內勁射可惜高出 最後去到52分鐘輪到丹尼助攻給新組 滿前快腳射入 將比數改寫成3比1 結之再次全取3分高具榜首 而今場霸奧斯交出一個入球一個助攻的丹尼 賽後更加當選東網直播的Man of the Match 厲害呀! 上週中的精英杯欣天與關係延期 接近2個星期未有正式比賽的和夫大埔 這日來到小西灣運動場 作客成軍以來一直備受爭議的RNF負力 不過兩隊比賽初段都沒有入獄的攻勢 上半場14分鐘 RNF負力發動油路攻勢 不過被李漢浩拍出 還有向家慈射門可惜一飛衝天 去到30分鐘就有戲劇性的畫面出現 RNF負力門將仍如打算出營拍走球 不過就壓倒對方的大衛拉弗爾 球證直指12碼 由盧卡斯操刀一射破網 外球隊先開記錄 去到49分鐘 落後一球的RNF負力 原本有一次具威脅的追和機會 例如陽左路傳中 向家慈接應之後轉身起腳省中人 再由增劍防保射 可惜未能命中目標 接著去到68分鐘繼續都是RNF負力的攻勢 陽亭左路罰球直射緊緊高出 接著去到88分鐘輪到和夫大埔發攻 陳立明右路快放再交給盧卡斯 輕鬆射入空門 為球隊拉開比數字2比0 這位26歲巴西前鋒金貴 上陣三次經攻入三球 狀態都幾fit 臨願場前就有一幕火爆的場面出現 李佳耀被魏波侵犯之後二次還口 而魏波和隊友陳佳琦立即跟他趕手 引來雙方球員衝突 最終球正向魏波出示紅牌趕他出場 最後和夫大埔在保持不失之下 以2比0擊退RNF負力 全取三分 身邊就是和夫大埔隊長黃威 黃威想問一下你 今場球隊2比0保持不失之下贏球 自己覺得球隊表現如何 其實都打開球前的部署 因為知道負力用小球組織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都刻意塞在後面打反擊 而兩個球都是反擊而造成 所以都滿意這場球的表現 那你覺得球隊有什麼需要改善 我想最需要改善是攻守轉換那一刻 不應該太急 可以再做好一點 那接下來下個星期就會對著藍花銀牌賽 那對這場球有什麼準備 或者有沒有信心呢 其實都有信心 因為其實首場環都對過藍花一次 其實我們自己太多機會把握不到 所以對著輸球 其實如果今場魏卡斯出發 也會見到效果 我想下場如果有魏卡斯在 我想都會有 可以和藍花踢個好 接著就帶大家看看港超聯兩大蕭衰過招 年僅27歲的曾超達 帶領九巴元朗 在主場元朗大球場 挑戰師者牛丸 陳遠亭領軍的東方龍師 這支區隊在主場之利下 比賽初段製造了不少攻勢 第一個命中目標的埋門 就是來自雲迪盧域在三分鐘的頭錘攻門 不過門將葉童輝輕易雙手接實 15分鐘 譚樂軒大腳傳去左路 穩迪魯域粉身追波 再大腳斬入禁區 控制的劉家銘渦利施射 但沒那麼容易過到葉鴻輝的十指關 雙半場雙方0比0打成平手 去到下半場47分鐘 曾錦濤大腳斬入禁區 洛迪古斯投取攻門 門將彭子健單手張過波拍出 墨基把握機會補射成0比1 為球隊先拔頭籌 接著去到55分鐘 迪卡奧大腳斬前 斯提芬彭尼娜推過鄭景浩起腳 不過角度差一點 接著去到59分鐘 契建奴交了個靚直線給雲迪盧域 再傳給陳顯光 趁熱蓬輝出形快射 但好在曾錦濤及時護空門 唉呀 不要緊再來過 69分鐘 雲迪盧域右路斬中 棄建奴投取方網 為球隊追和1比1 去到83分鐘 迪卡奧直線瞄傳給雲迪盧域 推到近禁區邊起腳 又被葉平輝擋到實 最後去到保時6分鐘 球證子發比奧侵犯墨基 令東方龍師獲得罰球 由養傷近一年 後備入體的曲形自開出 盧高投取頂個彈地球 帶領東方龍師以2比1擊敗九巴元朗 傳取3分 最後一場絕對是這一周的押軸好戲 由南華在主場王國大球場迎戰 李文流浪 賽前南華的塞爾維亞射手高美斯 獲頒八九月最佳球員 這位Mr.Right 開球4分鐘就馬上show call 他在禁區外把握烈斯奧頭錘匯傳失誤 挑射套入成1比0 繼續貫徹他每場都有入球的強勁走勢 不過踢到12分鐘 李文流浪就追禍了 王俊軒右路斬中 老過的黎耀昌同投一搖 頂成1比1平手 但是去到29分鐘 又到高美斯的表演時間 錦區頂推順抽入成2比1 跳多次Dapdance慶祝一下 但是好戲往往在後頭 下半場李文流浪踢出3個字 就是打、不、死 雖然土炮一向被認為新型輸試 但細小粒的許家樂 在71分鐘就爆贏保綻殺到入禁區 冷靜射入成2比2 為李文流浪再度攀評不得止 他還show 牌珠古力給大家看 搞到球迷嗨到爆 接著去到90分鐘 黎耀昌有路狂放一段 就對右翹 再交個領球給遠處的羅俊仁頂入成3比2 這位小將出身自南華青年軍 難道賭歌真是靈寫醒神? 反超前的李文流浪一點都不客氣 演唱前扭扭槍來了一次個人表演 先在邊線來個斯丹轉身 接著還尾斯上身 喪包40碼之後 再幫李文流浪埋個英俊 連不是流浪粉絲都看到滑滑聲 更將全場氣氛推至高峰 這麼厲害就當然要送多個慢鏡給大家慢慢看 一個轉身 地角兩貫衝 再加上羅曉聰 之後跑啊跑啊跑 一直跑到禁區頂 被澤亭峰和梁樂恆左右包圍都找到位起腳 李文流浪兩度落後 但都沒有放棄 以4比2擊大藍華 而且4個入球 全部都是本地球員包辦助攻和入球 非常爭氣 接下來這場賭歌戰 首先為球隊先開紀錄 最終是賣齋球 還有第三球就是你做我公 自己怎樣看這場表現呢 我覺得我們對南華會 其實我們對任何一隊都不害怕 我覺得這場 鳳Sir比我們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我很放膽去 很放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這場球隊終於開齋了 五場球裡面的話 接下來怎樣維持走勢呢 其實我們這場也算 有幾個主力決陣 阻敵 基頓 我覺得全隊之後我們不怕任何對手 另外還有一條問題 很多球迷都會想知道 就是入了第一球球之後 看你一開始慶祝得很開心 之後收一收 是不是突然勝氣 原來是賭歌的 其實我覺得好像 我在南華會好像避受懶惱 我覺得是證明自己 我覺得自己是還能踢到的 看看積分榜最新形勢 11支球隊裡面 有兩隊繼續保持不白走勢 杰志六戰拿到五勝一和 得十六分 高居榜首 而踢少一場的東方龍師 就以四勝一和得十三分 緊隨其後 另外終於開齋拿到寶貴三分的 李文流浪就升上第七位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 接下來高級總銀牌賽的賽程 星期五晚 杰志將會再次和香港飛馬激鬥 星期六就有南華對和富大埔 和東方龍師對標掌浩天的比賽 而星期日就有貫中南區 再次遇上港會 各位撐本地波的球迷 記得下載東網APP看直播 還有大家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和東網的評述員互動溝通擋波機 歡迎到時去到我撐本地波的 Facebook專頁留言就可以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